好,跟我聊聊信达生物101 今早就出了一份通告 其实他们昨晚就 有一种就是信达利丹抗的药 昨晚就通过那个 美国的FDA开会讨论那种药 暂时就未能够顺利通过 因为要补充一些额外的临床试验 证明药物在美国人群 以及美国医疗实践中的适用性 就是proof如然 才可以再做推进 看到今早就都低开 那么信达,你又怎么看他的前景呢? 就是譬如持有的投资者 应该等还是怎么处理呢? 当然昨天股价就抽了上来 变相抽了上来 去等这个FDA所谓药品厂关的消息 变相像你所说 大体上的结果就暂时未能闯得到 变相今天回来 可能看海翻其实就不出奇 有点还原回昨天未升上来的位置附近 当然今次你说那个所谓厂FDA 其实本来那个意义都很大的 因为它是第一个国产的PD-1 是真的叫做出海 就是走出去去外国美国那边闯关 想真的看能不能过到FDA 去批准去用它 那其实实际的看法 FDA那边对这只单抗药来说 其实不是说看得负面的 但是真的还不需要多一些 可能临重的数据去证明 究竟对美国人当地好 怎样都好 有没有效用 那变相就叫做暂时闯关不成功 那变相一旦闯关不成功 就是意味着药品可能短期在海外 比如美国能够推出来的时间 都要是再延后一些 那自然刚才提到对股价 一定有个比较负面的反应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生物科技股 虽然迅达了个B字 但是都是叫B字股 但是这些B字股或生物科技股 其实很多时候是靠个别的药品产品 过临床下一个阶段 又或者是过到某一些 比如FDA 或者不同一些地方 是能够批准使用 每过一关 其实他们的价值就会提高 那变相反过来说 这一刻过不了 就是意味着提高这一部分 暂时未能够出现 甚至可能令大家对他们的盈利能力方面 那个预期 有少少的一个调整都不出奇 所以股价我想短期会利淡一点 但是幸好股价 其实由高位 可能八十多楼上的位置 其实到这一刻三十多元 其实调的幅度都挺大 所以我自己也不会预期有个很急插的情况 但是始终以整个走势 暂时都是压着一些可能平均线楼下 甚至乎几条平均线 都是少少偏向到再向下排列 那这些格局其实算是偏利淡一点 所以我想有货朋友 这些位置可以拿 如果你有近期买的 可以拿着再再看一看 但是比较重要关口 就是日前年初回来的低位 29.5% 如果连这些位置都再跌穿 继续延续下跌浪的话 那到时可能考虑仙人走一走才会好一点